桃園中立一位民眾爆料 父親過世後 在一家私人殯儀館辦喪事 沒想到遺體還沒入鍊 就被告知自己的爸爸 已經被火化 民眾追問葬儀社 才得知自己父親的遺體 18號與同一天要出殯的 另一位王者一起送往 麗英家葬儀社退兵 出殯當天父親遺體 卻被對方家屬臨走火化 一家五口還六口去判 然後都沒有 你說小孩子就算了 他們有些成年人了 但是明明棺木不同 棺木上的名字也不一樣 甚至兩位王者的體型 有明顯的差異 為什麼會認錯 其中有幾個環節 李儀社沒有確認 死者的手環對照資料 匆忙任領中 有家人很久沒有看到王者 不知道形貌有變 也有家人不忍直視遺體 竟然沒有人發送到沒有人發現 他根本不是A 當事人難過表示 難怪告別是當天要燒給父親紙紮屋時 兄弟倆直腳指了五六次都是笑杯 等到師父才指出聖杯 根據瞭解 雖然是後雙方家屬已經碰面 對方家屬也向當事人鞠躬道歉 但是當事人仍將提告毀損 屍體罪追究責任 並肅請民事賠償 記者 劉志展張志仁桃園報導 劉志仁桃園